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6月18号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黄兰军 周秋假日在大高雄有许多的活动在进行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卫武营都会公园 所举行的县市合并后第一次的原住民联合丰年祭的活动 有许多的原住民朋友 他们是特别远从大高雄的各区赶来参加这场活动 不同的族群是带来不同的祭典舞蹈 也让参观的民众大开眼界 体验了不同的原住民文化之美 不同原住民族有越来越多人加入 首亲所在场中央绕圈圈 开心大跳大会联欢舞 为现实革命购大高雄第一次举办的原住民联合 丰年祭继传统体能竞赛揭开许目 合并之后的高雄 原住民人口总数将近三万人 那么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结合各族群智慧跟力量 我们来精神团结 共同将我们祖先 留给我们的丰富 珍贵文化的资产 在高雄 发光发热 因为是革命后 高雄是首次办理的原住民联合封年纪 活动现场不止来了各区的原住民朋友 不同民族也将各自的传统服饰传来 大人小开参加人数众多 其中又以布农 阿美 排湾为主要原住民族群 而今年则是轮到了布农族来开场当 呈现主体 有祈祷小米丰收的传统舞蹈 还有年轻人将传统和现代做结合 表演创意西卡舞由布农族来打头阵 展开一连串各原住民族祭典舞的 尬舞交流 尽管顶着大太阳天气酷热 大家仍不减兴致 另外主办单位更安排了 农特船及手工艺品的转售摊位 让参观民众大开眼界 对原住民传统文化有深度认识 港都新闻吴志宇公路遥 没办法的 从刚刚的画面当中 我们有看到 其实不少原住民朋友 他们为了要求生活 不惜远从山上的部落 来到都市来求生活 在不一样不熟悉的环境和人群当中 要来谋生 可以说是生活大不易 但是从他们生活当中 也可以看到他们 积极进取乐观的一面 来看一位阿伟族女孩 冰冰的故事 在县市合并后 高雄市第一次举办的原住民联格封年祭活动中 以一身颜色新艳的传统服饰亮相 男女老少手拉手围打圈圈 脚步或踏或跳 以歌声相呼应来表演感恩祈福庆封年的传统舞蹈 而他们就是来自台东长宾的阿美族人 身为族人之一 这位皮肤有给五官轮廓深邃 头上还带了个大红色洗目头饰的长发大眼姑娘 绰卡彬彬 自从高中毕业就离乡背景来到高雄打拼 目前才30出头 还必须独立抚养两个小孩 一肩扛起家庭经济重担 没有高学历也没有雄厚的背景后盾当靠山 为了生活 彬彬还是得舍弃部落到外地讨生活 乐天吧 对我觉得原住民都乐天吧 就是乐观的态度 换个角度想 其实这个就当做是经验 保有原住民的乐观 彬彬随遇而安 不只适应了他乡环境 也进一步影响同事的工作气氛 让他在一开始踏入非本科职场 遇到挫折时 总能受到同事的热心帮助 几年下来瓶颈一一突破 问啊 不懂就是要问啊 有没有挫折的时候 其实也还好 反正是我遇到的人都很好吧 是一个比较活泼可爱一点的 那他也保有原住民 所一个天真一面 那对人也很热情 跟原住民非常非常的像 在相处之上都还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要有活动 其实我们也筹备了很久 想跟他也排开很多事情 来这边帮他加油打气一下 赢得好人员彬彬从谷底爬起 将逆境转为顺境 如今他拥有的除了是 秦桐姐弟的贴心儿子 还有份稳定的工作 看似如鱼得水 却在每年一度的原住民盛会中 不忘本 站出来贡献传承 传统文化 港独新闻吴志宇 公路遥 台湾报道 这么热的天气 我们带您来吃点小吃 开开胃 卤味是许多人喜欢吃的点心 而在岗山本州工业区 有一座台湾卤味的博物馆 开幕了 里面不但有展示 而且也贩售了许多台湾各地的小吃 带您透过镜头 一起来品尝看看 号称是台湾第一家的卤味博物馆 在各界贵宾参与中热闹开幕 一走进馆内 浓郁的卤汁香气扑鼻而来 展场里贩售的各式传统卤味点心 有铁蛋 鸡针 豆干等美味 更是让民众垂涎欲滴 很好啊 符合这个地方馆的特色 他们摆设的东西 还有介绍其他的都很好 他们的产品 因为之前就有认识了 因为老板他们是入主的 我是住入主 所以对他们的产品 在十几年前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所了解 所以就是说吃卤味 也能够吃到台湾味 是 走进时光长廊 墙上壁画诉说的是 台湾卤味的由来 也是传统小吃的发展史 在台湾传统点心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业者更融入了现代化料理方式 要发扬传统美味 因为我们所选用的 都是台湾最在地的食材 都是我们人台湾的 像荔枝啊 荔枝下去做香肠 还有我们的乌鱼 大家都有吃到 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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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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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座台湾鲁味博物馆 是热闹的开幕了 而她的董事长是一位女性 名字叫做陈秀卿 一开始她是靠着5000块创业 而且是在路边摆路边摊做生意的 她是如何能够成功的呢 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只要不放弃就有成功的机会 这位态度亲切笑容可举的导览人员 就是台湾鲁味博物馆的董事长陈秀卿 18年前从5000块百路边摊起家 到现在是食品外销国际的成功事业家 她希望让有梦的人看到的是 努力就会有收获的一面 我觉得我们是从路边摊5000块开始创业 那我觉得说只要你有心 小吃也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那台湾美食是世界有名的 那我们建立这个鲁味博物馆呢 不只要让在地的人了解我们科技化的制程 那也让不管是陆客还是东南亚 还是欧洲的国家的人来到台湾 能够体验台湾美食小吃 从路边摊提升到现代化的制程 可以让大家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也了解我们台湾在地的文化 陈秀卿的成功绝非偶然 她回想起当年在夜市摆摊卖乳味的日子 虽然很辛苦 但是因为坚持要做出客人喜爱的口味 只要是东西不合乎她的标准 宁可全部倒掉 最后终于做出口碑 后来更参加由县府农业局辅导的国际食品展 拿到第一张的国外订单 生意越做越大 这时候的陈秀卿觉得有能力 可以帮助社会弱势 她的食品工厂 让弱势族群有了就业的依靠 我们里面都是中高龄的妇女 还有我们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 但是这一群是最忠实的伙伴 我们特教班的学生来到这边 她总之她是最有礼貌的 每一次一早来看到我车子 她就赶快来帮忙搬东西 然后吃饭一定会叫我 她们是最尊诚的最好的员工 那我们中高龄的妇女呢 因为她们都是妈妈 所以刻苦耐劳任劳任怨 就是希望能照顾社会的弱势族群 陈秀卿要让在地的卤味美食 走向国际也更有人情味 港独新闻黄澜君朱宇宏采访报导